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Contra Costa County修订社交距离卫生令 要求所有居民外出都必须戴口罩 遮蔽口鼻 并且禁止任何会造成病毒传播风险的室内集会 室内宗教活动也必须停止 民众只要遵守加州卫生指南 保持社交距离使用适当的脸部遮盖物 就可以举行任何规模的户外集会 包括宗教仪式和抗议示威活动 要特别注意的是 您在餐厅户外用餐的时候 也必须要遵守使用脸部遮盖物的要求 除非是处于正在将食物或者是饮料送进嘴里的过程 否则就必须使用脸部的遮盖物 就算是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餐 也必须在非进食的时刻遮盖口鼻 过去一周Contra Costa County的COVID-19检测 呈现阳性反应的比例高达8% 显示病毒在Contra Costa County里迅速传播 县内有209张成人ICU重症监护病床 现在的每日使用量已经高于五成 新闻继续来关心 新冠病毒大流行 远距工作盛行 湾区因此有许多的高科技产业员工 退掉了房间的房屋的租约 搬回父母家 矽谷房屋租金因此大幅下跌 Sajose房租下跌了8% 旧金山房租下跌了1成2 Mano Park下跌了1成4 Mountain View山景城下跌了1成5 Cupertino下跌了1成6 不过原本租金比较便宜 房子空间比较大的城市 租金却逆势上扬 像是Oakland,Warner Creek,Contra Costa的房租 都涨了 不动产专家说房租下跌的原因 第一是因为Airbnb等短租业者 现在都把房子从短租改为长租 物源供应增加 第二是因为大部分的房客 不愿意冒险在这个时刻搬家 让市场的租屋需求减少 而压低了房租 疫情期间许多租客放弃原本租金昂贵的小公寓 改为城租室内空间比较大的公寓 山景城 旧金山 Mellow Park等地的租屋需求因此下降 但是Oakland还有整个东湾的租屋需求反而上升 就是这个原因 感谢收看 下次见